大家好,我是小鼠,今天开手不在我决定要逃出去,作者说只能从马桶里面逃出去,真是个老六,为了自由,忍一时风平浪静,一开马桶,发现了下水道,为了自由冲了,勇敢小鼠,不怕困难,前面有通风管道,可以吹我们上去,哎呀,可恶撞到头了,前面有岩浆,掉下去一定会很疼嘛,为什么下水道里面会有岩浆呢,这咱也不敢问,咱也不敢想, 一个空中飞幅平稳落地,穿过这个门,又迎来了新的挑战,从左边向右边走,相对来说比较简单,前面这个门口有个开关,打开开关,距离自由又近了一步,又来到一个新的房间,你就逃吧,一逃一个不支声,为什么会有一个洞在这里,难道还有其他逃跑的,不管了,先跑为敬,滚洞一开,谁都不爱,我这两年半可不是白练的, 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章鱼机器人,碰到他的触跤我会被发现,一定要小心啊,他追过来了,看到门口的开关,打开开关逃离这里,真的太惊险了,差点被请回去坐两板凳,这个老六作者,又给我整了一个马桶通道,哎呀,怎么全是四,你想扎坏我的羊蜜吗,哎呀,肩腾,你扎坏了,你可是要赔的, 为了安全起见,可以展示一下,我两年半学会的后空翻,看到那边有个开关,用我的玉竹去踩,结果踩不动,老六作者说必须要用箱子才可以,作者你人还怪好嘞,你这是怕我逃出去,还是怕我逃不出去啊,又提供道具,又给我指示怎样开门,你还不如直接给我一把钥匙从大门走出去,前面的岩浆,看起来很烫啊, 我可千万不能碰到,不然就变成烤全羊了,通过了岩浆池子,经过我不懈的努力,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,哎呦,终点就在眼前,经过了我两年半终于逃出来了,哎呀,撞到头了,不过没关系,自由的风总是那么香甜